这不就是明显的抢人吗 对吧 人家已经拿到了在别的国家工作的许可或者叫签证 那加拿大非说我也可以给你一个短期的签证 你也来加拿大工作 这说明了是不是加拿大真正的缺这方面的人才 或者说这方面的人才不好招呢 今天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看看为什么加拿大要这么着急的去召集 或者抢这方面的人才 而且我们也来对比一下 到底这些人才会不会因为一个短期的签证 就从别的国家来到加拿大工作 建议小伙伴先点赞收藏起来 你到时候在北美就业的时候也好 做一个参考早起来也方便 消息是这样的 就加拿大移民部长在多伦多那边召开了一个峰会 类似于叫Cleation这样的峰会 对吧 说出了很多内容 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板块就是跟科技人才相关的 包括又要有新的渠道去招聘 包括SUV项目的一些跟进 改革等等 那这里面其中有个重点就是 它明显是有抢人的这个趋势 就是给美国的已经拿到H1B 这样签证的人也发临时的签证 让他们来加拿大工作 就今天客观的分析一下 政策到底有没有吸引力 那一个方面就是从人才来讲 肯定是美国多 加拿大相对来说少 因为本身人口的这个比例就不一样 对吧 第二个来讲 公司或者说叫运人单位 或者叫雇主 美国也可能远超这个加拿大 咱们都知道世界上知名的公司 世界500千 包括创业公司 那肯定都是美国那边多 加拿大少 最实际的这个候选人来讲 加拿大的工资并没有美国高 因为如果是同样级别的一个等级的话 就是同样的这个薪资的话 那美元比加拿大 它之间还有一个汇率差 是吧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既然已经人家在那边拿到了签证 已经有了这个工作机会 我觉得这个竞争力 加拿大这边是相对来讲比较小的 之前也分享过 就是很多加拿大这边的科技人才 他们在这边积累一定经验以后 就都跑到美国去就业了 对吧 去美国 因为刚才说了汇率差的问题 职位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 对吧 因为你规模小 它发展起来就比较慢 再有一个就是 现在其实是有一个叫线上硅谷的概念 就是说全球人才 不管你在哪 基本上都可以做这种 尤其是科技类的 尤其是编程等等这方面 它只要虚拟空间 它不需要实际的办公室 等等这样的情况 那对于加拿大来讲 我觉得就更没有竞争力了 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但是从加拿大的角度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那因为美国那边 我知道他们的移民政策 跟加拿大来比的话 没有太 加拿大这边略胜一筹 因为加拿大会有很多的项目 包括科技人才 对吧 雇主担保 ICUV 刚好又出现了新的这个TAC的通道啊 等等 TAC的好处就在于比如说很多人在美国工作了很久 也拿不到身份 那可以考虑来加拿大这边 对吧 相对容易一些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所谓的双打 就是一半和另一半的一个配合 今天就不深入分析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留言评论 我们下次再专门找时间去分享一下 怎么去双打 这以上呢 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和分析 欢迎大家留言 说说你对这个方面的一些看法 非常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转发 点赞 收藏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留学工作 求职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